娱乐圈里有不少的新二代 因为传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都是颜值出众 而且一众在新二代中 贾金文的三个女儿一直受到网友的关注焦点 其其原因是因为贾金文本身的魅力十足 是颜值演技俱佳的演员 年轻时的贾金文自容出挑 时常扮演角色的佳人 当年的剧照放到如今 也依然不逊色 更难的是 他没有一位留恋出演大美女 如今的他卸下美貌 开始出演妈妈类的角色 同样好评如潮 我们与二之间的距离 通过讲述一起新陈病患 随机袭击录人后 相关人员面对伤众重建的生活故事 斩获了豆瓣9.4的高分 作为主演的贾金文自然功不可没 他也因此获得了第54届 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节奖 两年后 他凭借着电影《瀑布》 冲着单亲妈妈一决 拿下了影后桂冠 如此一个有颜值 有演技 却没有美人包袱的演员 他和家人受到的关注 是理所当然的之事 还有一个原因 自然是因为三个女儿 都很好地传承了母亲的优点 均是颜值出众的小可爱 而其中争议最大的 当属是老大梧桐妹 很多人觉得梧桐妹长相温婉 但并不算漂亮 其实 梧桐妹和少女时期的贾金文 相似度最高 女到十八遍 或许梧桐妹以后也会如母亲般的梦寐 前段时间是梧桐妹的生日 生日当天 小丫头在自己社交账号上 发布了和家人庆祝的生日照片 照片中 孙志浩的现任妻子也一起出镜 三个人表现得很亲密 打脸外界盛传的 梧桐妹并不喜欢自己的继母这一说法 当年 贾金文的离婚官司轰动全国 其因是贾金文突然开新闻发布会 面对无数记者 眼睛哭肿的她 神力俱下的羊眼 希望大家能够帮她夺回女儿 并且控诉孙志浩把女儿带去美国 抖出不少关于孙志浩的丑闻 这一举动直接促怒了孙志浩的家人 他们联合媒体对贾金文穷追门打 称其得有形师 双方互相撕咬互不相让 2005年 31岁的贾金文未婚先孕 嫁给了富二代孙志浩 生下的一个女儿 本以为自己就此加入豪门 可是谁知道 却被婆婆要求做情子鉴定 婚后婆婆处处刁难 丈夫也是暴力 出轨不断 五年后 贾金文被逼得离婚 近身出户 甚至为了得到女儿的探视权 她也付出了孙志浩2600万元 而孙志浩离婚之后 贾金文遇到了现在的老公邱凯杰 而孙志浩也再婚了 对方叫林洛雅 是一名模特 名气外貌都远不如贾金文 1977年 林洛雅出生于台湾 比贾金文小三岁 曾当这媒体自嘲自己是爱情傻瓜 她因过去曾经给别人当过一年半的小三 却毫不知情 之后她认识了孙志浩 母亲很担心她再次受伤 不过她却觉得很多东西要相处之后才知道 虽然对于两人的交往 身边的亲人朋友都不看好 但是她仍然坚持要在一起 因为贾金文的那段婚姻 孙志浩和林洛雅的恋情也一直遭到非议 他们在郭富城的小巨蛋演唱会上被媒体曝光 当时两人都没有乔装打扮 期间也是在谈笑风生 被媒体曝光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替这个姑娘捏了一把汗 毕竟连贾金文都败下阵来 她能有什么好结局 2016年两人在关岛秘密结婚 后来媒体曝光了一组照片 照片中神志浩 林洛雅 梧桐妹三人一起出游 看起来梧桐妹和自己这位继母关系融洽 婚后两人担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林洛雅常晒出和小女儿的合照 小姑娘虽然戴着帽子 但一难不看出长上乖超可爱 是个漂亮的小孩 细看小姑娘的五官 情秀可爱 很多人觉得其恩值并不输梧桐妹 当网友的评价却让人太尴尬 不少网友在林洛雅的动态下方提到了贾静文 称贾静文女神 看到大家都不喜欢她 喜欢贾静文我就放心了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 挺漂亮的 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说 的确 比起贾静文的人气和知名度 林洛雅和孙志浩显然远不能及 但将对林志浩的不满 转移到林洛雅和两个孩子身上就有点过了 林洛雅是知名的模特和演员 有媒体评价她在夜生活及其丰富的模特圈 她绝对是个另类 不抽烟 不耗夜店 不喝酒 别人成群结队玩到挂 她一个人也能自得其乐 她的工作重心 虽是走秀和综艺 但也出演过一些影视剧 如《猛侠要辉》 《勇士们》等 不过和贾静文的影响力比起来 无疑是天壤之别 贾静文和孙志浩的婚姻 充满了极飞狗跳 林洛雅却被孙志浩宠成了公主 有人认为是因为林洛雅低调不张扬 而贾静文没有办法低调 贾静文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她的代表作有很多 有《倚天屠龙记》 《纸中红颜》等等 很多人喜欢她在《纸中红颜》里的表演 有一种大女主的风范 颜值也很在线 因为演戏的原因 她需要经常出镜宣传影视作品 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她 在生活中 点点滴滴也会被人说起 这给宣志浩很大的压力 她认为女子结婚之后 应该在家里相复娇子 在外面抛头露面 总会被人说三道四的 这不仅仅是对贾静文有影响 也对她有影响 毕竟结婚以后的贾静文 是孙太太了 而贾静文觉得 任何作品都会被批判 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 就没有什么 不喜欢的人自然会给差评 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 而且分歧越来越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她们最后走到离婚的地步 绝对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贾静文表示 自己做的没有错误 孙志浩亦如此 柔若雅就比较的低调 她虽然是一名模特 但跟其他人不同 不喜欢自己的生活 被别人打扰 孙志浩一直喜欢低调的女生 这起码不是贾静文那种 比较愿意和媒体打交道的女生 贾静文实际上也没有错 她在媒体面前露脸 也是为了影视剧宣传而已 没有其他的事情 但孙志浩无法接受 这就是问题所在 林洛雅这样的低调 让孙志浩很开心 一次她因为工作 没有办法帮对方庆祝生日 之后一定会不办 但林洛雅表示 一直吃过饭了就算过了 这个意思就是别张扬 要不然媒体又会知道的 低调的做法深得孙志浩的喜欢 李飞尔曾经表示 男生该做的事情就要男生做 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保护欲 林洛雅的低调 凸显了孙志浩的男子气概 因为需要他来做很多事情 不办生日 需要准备什么 如何规划 都是他来做的 而林洛雅等着就行了 男人需要一种感觉 就是保护别人的感觉 这样才会有自信心 而林洛雅可以实现 孙志浩的这种感觉和愿望 这也让她得到了老公的宠爱 不得不说这样的女生很聪明 孙志浩和林洛雅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吸取了上一段婚姻的缺陷 开始了改变 有人说林瑞雅对 梧桐妹的态度比较友好 不会强迫对方惨自己妈妈 因为梧桐妹的妈妈只有一个 无论梧桐妹叫她什么都会疼她 还有人说贾敬文和孙志浩离婚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贾敬文的婆婆 对方从一开始就嫌弃贾敬文 因为她的学历低 嫌弃她在外面露脸 早然非议 贾敬文和孙志浩吵架的时候 她从来就站在儿子的立场上 夫妻之间的事情 夫妻间解决 要是长辈参与其中 那就将问题复杂化了 而林洛雅不是学历低的人 她毕竟大学毕业 说明智商很高 而且她的圈里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从来不跟圈里人一样泡夜店 这也是孙妈妈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一个女子洁身自好 学历也高 性格也好 这样的女子选合当恶媳妇 孙志浩对她也很满意 认为她的个性比较单纯 只要谈恋爱就全身心的投入 家里的事情 有时候就需要两人协调 当然要是大了 可以两个家庭协调 小静文和孙志浩就是两个家庭没有协调好导致的 而林洛雅的生活充满着甜蜜 这也是她和孙志浩共同努力的结果 至于婆婆 儿子喜欢 她又乖巧懂事 这样的儿媳妇自然也会喜欢 林洛雅对婆婆也是孝顺有加 经常陪着婆婆让老人家觉得 虽然儿子娶了媳妇 但是没有忘记她 所以她才会更喜欢林洛雅 妈妈喜欢 孙志浩自然也更喜欢了 遇到对的人满眼都是对方 相信彼此 不对的人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猜测怀疑 至于当年是否有暴力行为 只有当事人清楚 是不是宠着另一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并且贾经文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 面对前夫也是大方的祝福 早已放下以前的是是非非了 对于双方的家庭而言 幸福变好 放过自己也是放过别人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